身為員警卻是知法犯法 台南有民眾看到了員警騎著警車 不但呢是闖紅燈右轉 還沒有打方向燈 光是在同一條路段就兩度違規 只說太離譜 另外呢在高雄左營 則是有民眾反應說 員警在路口抓違規時 卻把警用車停在了上口的轉彎處 造成用路人不便 民眾騎車目擊前方這一幕 一名員警騎著警用機車 沒開警示燈卻違規闖紅燈 鏡頭快轉來到下一個路口 又遇到同一名員警 這次有跟著停下來等紅燈 但再往前又被目擊 右轉的時候沒有打方向燈 事發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 14號早上8點多 員警明明沒在執行公務 卻在同一條路段 連續被抓到兩次違規 身為人民保姆沒以身作責 難免讓人心存質疑 警察身為執法單位 他們應該在駕駛上面要更加小心 自違反道交條例 將依法自當開罰 並依規定益處 類似狀況發生在高雄左營 太早轉彎了喔 你左轉箭頭燈還沒亮 站在路口執行抓違規 卻被民眾發現 警察自己也違規 拍下照片 只見當時執行的警備車 就圍停在附近巷口 轉彎處紅線 民眾認為這樣很危險 上前提醒 員警只回答我可以移車啊 照片網路曝光 網友就留言 這是合法犯法 執行公務 這四個字真的很好用 大陸交通安全規則 警備車於執行任務時 騎臨時停車以及停車的地點 不受紅線黃線違規停車的限制 雖然警車沒有違規 但停放地點在轉彎處 似乎真的有點危險 對此警方表示 將會持續教育 注意警車的停放地點 以免造成用路不便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